OK 有的人说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 就很爽了 我们就可以去调用它了 对不对 还没完 我再稍微给大家补充一点 就是 我们其实一个网站做完了 博客做完了 我需不需要后台管理程序 我们是否需要 它的表明的命名规则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其实就是什么 APP的名字 下滑线再加一个表明 对不对 很简单 然后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后台管理程序 那好 那我们来玩一个 我还记得 我们当时是不是自动生成了一个admin 这不是有个自动就有个admin吗 对不对 那我来试一下 给大家玩一点有意思的东西吧 admin.site.register 然后后面用一下 我用一下那个 from block import新 register一下 register 谁呢 register两个类 注册两个类 在admin site里面注册两个类 一个叫article 一个叫author from block from block 我看 from block .modus import ok 好 就现在这样一个东西 那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在 我们来配一下 然后我们来访问一下 在我们的URL的地址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URL 它这里默认的会有一个admin 看到没有 会有一个admin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admin管不管用 我在这输入 我就不用block了 我用admin来替换一下 好像似乎不是特别管用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代码 就是在我们的python的这个过程中 SQLite 我还是直接在这弄吧 我们再运行一下manager 这叫py 它有一个叫sync php sync db 同步数据库 同步数据库这个功能 然后大家看下面的交互 它就会问 同步数据库的时候 你要不要建立一个superuser 超级用户 我说yes 要建立 然后它会 它会问 OK 好 superuser就建立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怎么就这样一段 句子就没了 我晕 看来它这个交互还是有点问题 这样子吧 我还是退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pythonmanager manager py.create superuser 因为它我就不用它那个了 我直接用我自己的命令来建立 我建一个superuser 超级管理员 然后回车 它默认的是admin 然后这个是记录一个邮箱 随便啊 密码 你自己设定 我设定两个都是admin OK建完了 然后我们再重新的启动一下 那我把这个服务器停一下 这叫 哦 对 这个服务器刚才没运行的嘛 难怪了 好 我再运行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块admin 好 大家看 看到东西没有 admin 好 似乎真的有后台管理 我输 超级管理员 用户密码进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才建的article 当然还有用户组合用户 这块都有了 还有什么 我刚才建的article和also 对不对 都有了 那好 我来建立一篇文章 我试一下 新建一个 你看这就有title 对不对 这有正文 这还有网址 你可以随便输入一个网址 这还有什么图片 你还可以去选择一幅图片上传 我们可以随便去选择一幅图片上传 这里我就不选了 这里还要去选择 我们大家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主外键关联了 选择作者 我还可以在这现成的去添加一个作者 桑蒂 年龄默振18 保存 这样我就可以在这去选择桑蒂了 然后保存 搞定 当然哪个地方 图片 图片没有上传 图片没有上传 所以大家看是不是非常强大 非常强大 后台管理程序自动也带了 当然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去优化这个界面 好 那我们做一个总结 整个过程 我给大家讲了 Jango环境的安装 Jango的Hello World 还有就是Jango的Model 数据库的持久化的这样一个操作 以及Jango的Admin 怎么样做后台管理 是不是非常方便了 非常方便 那我们至此 其实我们已经会做一个最最简单的网站 而且 它的后台管理程序都有了 是不是超爽的 所以看 跟着桑蒂学 学Python 一天搞定 跟桑蒂 一小时搞定 跟桑蒂学Jango 其实两小时就能搞定 真是太屌了 难怪美国他们在初中就要学Python OK OK